人类一种神奇的物种,脚一个神奇的部位 许多的疾病都是脚部出现问题所引起 而我们往往因为对脚部的不重视 而让这些疾病承虚而入 但是对于脚部的保养来说 我们即便是十分地重视它们 却也难以找到保养它们的方法 那么保养脚部的方法难吗? 其实保养脚部一点都不难 不重视脚部异患哪些疾病 我们今天反其道行之 不先说保养脚部的方法 而是先和大家谈一谈 不重视脚部的保养会给我们带来那些疾病 其实我们有许多的疾病 都是因为我们不重视脚部的保养所导致的 譬如静脉曲张的致病因素之一 就是因为长期的站立 让脚部受到压力 让身体之中的经络僵硬所导致的 此外脑血栓、心肌梗塞这些疾病 都可以说是和脚部长期的不保养 有着巨大的关系 所以我们保养的并不仅仅只是脚部 而是包括了我们身体在内的所有部位 这样一说 想必大家都知道脚部的重要性了吧 下面就回归今天的主题 我们要怎么样来保养脚部 如何保养脚部 一、脚趾尖按压鞋底 我们在平时生活之中 不论是坐着还是站着 都可以使用这个方法来帮助我们保养脚部 保养身体 这其中有着什么样的应用 通过脚趾尖按压鞋底 就能让我们的身体健康起来 其实这方法是应用了让我们骄傲的 中医知识中的穴位 在我们的脚趾尖上有着一个穴位叫做气端穴 而或许说有一些穴位比较恰当 因为气端穴并不是只有一个 而是我们的每一根脚趾之上都有着一个气端穴 换句话说就是我们拥有十个气端穴 而我们在用脚趾尖而按压鞋底的时候 就是在按摩我们的气端穴 气端穴没听说过它有什么样的效果 告诉大家哦 气端穴可以帮助我们放松腿部的经络 因为它是筋外气脉之中最末端的一个穴位 也是我们腿部筋外穴位的起始 所以按摩它们可以帮助我们放松腿部经络 也可以帮助我们预防脑血管类的疾病 和因为长期不活动 不保养脚部所造成的筋脉硬化这样的状况 二 让脚趾敲键盘 让脚趾键盘 其实这里所说的敲键盘 并不是让我们用脚在键盘上打字 而是我们用脚趾来回的上下运动 这当然也是有原因的啦 其实这个动作是按摩到了我们脚牙处的八峰穴 以及第二个脚趾上的读音穴 其中八峰穴和气端穴一样哦 只不过八峰穴只有八个 而气端穴有着十个这样的数量 当然了数量不是重点 真正的重点在于 我们摩擦到八峰穴之时 会让我们的脚部血液变得炎热起来 而这些炎热的血液顺着经络向上前进 就帮助了我们将身体之中的血管经络软化下来 此外这些炎热的血液 还有着瘟养我们五脏六腑的能力 这可是一举多得的事情呢 而脚趾上的读音穴 我们在上下运动脚趾的时候 其实也是在我们的脚趾关节 而处于关节之下的读音穴 便是受到好处的一个穴位 因为在活动脂关节时 我们的读音穴其实也是在活动的 而活动读音穴可以帮助我们调理充脉和韧脉 帮助我们调理胃部 肠道 预防心脚痛 头晕这样的症状 可以说这一动作最让我们受益的 就是活动到了读音穴 它所调理的并不是我们所看的这几种疾病 或者这几个器官那样的简单 我们也都看到了 它可以帮助我们调理充人二脉 其实这才是它最为宝贵的地方 充人二脉可是包含了充卖14个穴位 任脉24个穴位 这些穴位得到调理之后 可以说我们全身上下都会受益无穷 所以之前才会说 活动了读音穴是这一条之中最大的收获 因为有着读音穴帮助我们调理身体 身体中的经脉 我们就会减少许多患病的几率 这才是今天我们发现的最大的宝藏之一 你要否认 帮助身体保持健康 这难道不是最大的宝藏吗 如果你还是认为不是 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是我们的宝藏了 结语 没事让我们的脚趾做一座脚趾操 可以帮助我们远离疾病 保持身体健康 你记住了吗 要是没有记住再看一遍吧 将它刻在心间 时常地做一做 让身体更健康 让疾病不再来敲门 忍犯不再来敲门 谢谢大家